开箱520总统就职纪念酒 玉山台湾原教十年成高 许阳桑晒 以东方圆润皮型 西带现代改设计与会 鹅黄右色点缀淡灰瓶身 仿佛柔和日光 笼罩一抹薄雾 富有禅意 是由知名设计师聂永珍 跟拥有银歌故宫美称的台花窑 共同设计 历任总统几乎都有 我们跟酒厂合作 有做过所谓的总统府就职纪念酒 主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纪念酒的瓶子上 做得很特别 但是又很低调的一个设计 如同这个聂老师所说的 如同是在一个雾里头 慢慢的渗透出这一种太阳的 这个弱弱的暖暖的一个寻扬光芒 隐约有一点波音见日的隐喻在里头 而在台花窑的工厂内 正制作最后一批酒器 从珠江成型到脱模银杆 在修胚时表面平整 接着吹风清理灰层 而上右部分则是采用静右方式 染上一层浅灰色 再手工喷染淡黄幼色 经验老道的师傅采用创新技法杀轩 营造于一般材质不同的雾面朦胧感 为确保完美呈现 细节处理台花窑极致要求 那技术的部分里头也有研发出 跟第十四任总统旧食纪念酒 有很大的差异 除了续用水渲的这一种渲染的效果之外 我们也研发出所谓的 在右面不做光滑面 不做亮面 做一个适量非量的一个哑光的效果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杀炫 其实都是在小细节里面 那比如说这个瓶内的一个清理 表面的一个修胚 这个都需要靠资深的工艺师 他花时间然后细细的来修整 这个是一般同业里面比较少看得到的 限量4万瓶的纪念酒酒器 经过一道道严谨工序后 终于出炉 民众若想搜集 四年发行一次的纪念酒 可电洽台酒实体贩售通路 记者辽安静 刘敏轩一个报导 请不吝点赏